AudioJungle 此前该战机只部署在西部某测试基地进行试飞,但是目前已经形成了初步作战能力,这无疑是兼20研制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,与此同时,俄罗斯苏-57隐形战斗机也完成了在叙利亚的短暂测试,在两天期间苏-57测试了雷达、对地攻击等能力,用俄防长少一谷的话说就是,苏-57证明了自身具有超乎寻常的作战能力, 目前全世界持有F-22和歼-20两款量产服役的五代机,那么谁才是世界公认的头号五代机呢?军事专家表示,歼-20的研制时间要远远晚于F-22,F-22从1980年代便开始立项研制,1997年首飞成功,2005年装备部队,目前美国空军一共拥有183架F-22, 而歼-20战斗机于2011年首飞,比F-22晚了14年,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歼-20的性能就要更强 在发动机领域,歼-20目前配备的涡扇10B发动机,虽然是国产最先进航空发动机之一,但是综合性能远逊于美国F-22配备的F-119发动机,但是在俄罗斯军事专家的眼中, 无论是歼-20还是F-22都不是世界头号五代机,这个容易应归属于德军还未服役的苏-57隐形战斗机,俄罗斯专家为何有此底气? 在俄方眼中,苏-57的机动能力,要远超F-22和歼-20,目前配备的AL41F发动机已经足够出色,不久之后正式换装的30系列发动机要更加出色, 而且还具备食量喷口,能够维持速到57以1.7马克的高速度进行超音速巡航,超过F-22的1.5马克超音速巡航速度,更不要说歼-20了,军事专家表示,中国歼-20战机虽然已经部署作战部队,但是却距离最终的形态还有一段距离, 最大的问题就是WR-15发动机的研制进度远远落后歼-20的进展,但与俄罗斯要等到苏-57配备30系列发动机,在正式服役不同的时候,中国空军面临的作战压力也完全不同,因此提前配备国产发动机,列装作战部队也是可以理解的, 未来在配备国产俄媒发动机之后,中国歼-20的所有短板都将补齐,届时综合能力将机身世界前列。